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现在你很多mockup 你去网上搜的话 它还是会混杂着AIPS或者是app 有一些sketch的app 但是这个网站它是纯粹纯的sketch 你基本上有非常非常多designer在上面就是贡献他们自己所画的sketch file 基本上你能想到的全部都有 我觉得这个网站 我觉得应该没有再对中国来进吧 所以这个是我平时搜索sketch file的最好的一个途径 然后你也可以提交你自己的resource 如果你想要做贡献的话 所有的东西都是 基本上我下载的全部都是免费的 如果你走到home的话 可以看到它有wireframe 有web 有iOS material 这些keyword的全部都有 然后uikids uikids是我用的非常非常多的 如果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要下载一个android android L 就是lollipop这个material design 我search一下 我看一下有什么我可以用啊 像这个music player for Android 就还不错 然后它这边反正也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只要download resource就可以了 也可以看到有多少个下载 基本上我现在来说 我觉得我对他们的质量是非常满意的 我们可以打开来看一下那些细节 你只要点download就可以了 下载好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东西打开一下 我们打开sketch file 这个的话它因为界面也没有说特别多 就两页 但是大家可以看 因为它是设计师们自己做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基本上你要的东西都有 如果你有字体的话 它基本上也都是可以打开 因为它用的也是安卓的默认字体roboto嘛 图层基本上是排布的非常非常简单 然后这边也有作者 所以当设计来练习的话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 只是如果用于商业 商业用途的话 确保你是没有盗用原作者的所有设计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版权这个东西 在中国也是非常注重的嘛 但是我觉得作为练习来说 你完全可以找到它画 这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sketch app resource上找到很多很奇特的东西 因为它一直是更新的嘛 就像我不知道国内最好的这种resource的网站是什么 我以前很多年前会上一个叫z库的网站 但是后来出了国以后就基本上用的是国外一些网站 但是sketch的话基本上还是用的这一个网站 只有这一个 其他的话都是很随机 而且要付钱的 这个的话大家看一下是9.3 那前两天上个礼拜吧 iOS刚更新了9.3的operation system 然后它已经有9.3的设计了 这些设计师真是不眠不夜不休的给大家做 那9.3的话是最新的iOS 是他们发布那个SE iPhone 5 SE 那个special edition的时候 顺大编译期发布的一个新的UI upgrade 所以这边有一个Android的UI Lollipop 我们也可以点一下 然后我们等待下载就可以了 这些全部都是免费的 我会觉得说看了其他设计师的作品 你会发现他们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耐心啊 就是去去这么快的把最新的设计给大家设计出来 然后你真的是可以随时用 设计师的话尽量还是用最新的设计 不要用旧的 我觉得用旧的也不是被人看不起 就是有点太out了 那些软件每年都在更新 我这边可能有个缺失的字体 但是我还是想要把它打开了 不管了 open anyway 好这个是我刚才打开的 那个Lollipop的东西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文件非常漂亮 基本上做得非常干净 然后Lollipop的话 这个可能还是旧了一些 因为新的Lollipop不是长这样 但是所有的header 还有这些卡片的concept 都是Google material design的设计 然后material design 其实现在也非常漂亮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些特别是邮件里面 这个是inbox的那个软件 inbox是gmail的另外一个升级版 然后当你有买飞机飞行的时候 它全部都有非常detail的 就比如说你飞机要飞行了 它像一个Google Now的一个feature出来 就告诉你啊 你要什么时候登机 traffic是什么 我觉得这整个一个系统的 那个Google account都非常好用 如果你有很多Google产品在身上的话 你其实只要 只要买一个安卓手机 我觉得就很好用了 并不是真的脑残苹果的粉丝而已 所以这些icon 那icon的话 这个不是特别全啊 如果你们去google.com 就是design slash design something 它们上面有非常全的 所有的google material design 全部都是open source 你是全部可以下载的 iOS的话相对少一些 然后我们刚才也下载了iOS嘛 然后我们看一下iOS的 这些全部都在 我刚刚是随机的 在sketch free resources上面找到的 所以可见 这上面东西更新的非常快 这个是这个公司做的 它是什么时候release的 是3月15号release的 最新的iOS 9 9.3 9.3 就是9.3版本的 你让我说9.3和9.2 有什么差别 我其实在设计界面上 我并不知道 我只知道它们的feature 有哪些区别 就是它又发布了几个新的功能嘛 但是 具体在平面上有什么区别 其实我觉得非常少 因为它9.3的发布会 我没有看 我就看了一些摘要 所以大概知道 它new feature 在那个notification这边 加了一个夜市的效果啊 之类的 但是如果大家就把那些新闻 拿出来看的话 就知道它发布会 发布了什么新的东西 然后基本上 嗯 这个非常全啦 而且有时候 当你需要一些特定的东西的时候 它可能就是 呃 在有一些模板上没有 在另外一些模板上有 所以你可能要下载多个模板 对我来说的话 我觉得 嗯 它sketch默认的 就已经很足够了 所以我觉得 我还是很满意 就是sketch本身的东西 然后这些它有更新的话 那当然是更好的 这个file有点大 所以它在render的时候 会有一些模糊 等一下它render 啊 keyboard 横过来竖过来都有啊 这个很很难得 我一般就只能找得到 数据来的计算机 呃 基本上有这些东西 给你们设计一些 嗯 iOS app的话 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它连homescreen都有 所以啊 这个是multitask multitask 它这边叫switcher with handoff 在你设计软件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们有很多 专业名词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神奇的 嗯 好了 基本上就这些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 我可以把这些都加在附件里 大家可以探索一下啊 那今天我就这个网站 就到这里了 我觉得是个很值得 研究和探索的网站 也是可以让大家快快捷的做设计 或者是反正是一个很好的resource嘛 就是一个很好的提供资源的地方 反正大家自己慢慢的探索就可以了 就交给大家自学了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